第二天天刚刚微亮 爷爷背着我出门 我妈在院子里看着圆着的背影 默默地流泪 到了村口 正好碰上要去镇里办事的李二牛 这会儿李二牛看到我爷爷背着我 就询问出什么事了 爷爷就告诉他了 说我生病发烧很严重 要去镇子里治病 当时我浑身发冷啊 身子蜷缩起来 弱弱地说 爷爷 我好冷啊 经过了一个来小时的颠簸 终于到了镇上 爷爷把我背了起来 转身就走 李二牛突然叫住了他 爷爷回过头去 李二牛 还有什么事吗 李二牛走了上来 从兜里掏出一张面额五十的票子 塞进爷爷手里 那个刘如 给小二看病需要钱 我要办货 也没什么闲钱 这五十块钱你还收着 哎呦二牛 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刘如 你别说这些话 你赶紧带这小小小看病去吧 他的情况耽误不了啊 说完 李二牛就远去了 爷爷赚着那五十块钱 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在一毛钱 能买五颗糖的年代 五十块钱算上一笔巨款了 能买不少好东西呢 爷爷微微愣了愣神 背着我就去了车站 买了去河西的车票 当时的火车都是绿皮车 速度很慢 平州市距离河西 一千多公里 差不多得两天多才能到 到了河西 爷爷花了五毛钱 买了两个饼垫垫肚子 老师到了山脚下 一刻不停地就上了山 我当时脑袋昏昏沉沉的 对于外界的一切都很模糊 只是知道爷爷抱着我 走了几分钟 山路上突然走下 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蛇 这老道士看上去啊 六十来岁 人很瘦 尖嘴猴腮的八字眉 身上道袍 救得不能再救了 背着个破不带了 手里还拿着一根 少了一半的白丝浮沉 爷爷想也没想 扑通一声 就跪在老道士跟前了 老道士吓了一跳 你这是做什么 何故拜我 爷爷说清楚事情原委 磕头祈求 请道长 救救我这可怜的孙子吧 老道士朝前走了一步 盯着爷爷问 你说你姓刘 难道是平州刘府之人 爷爷双目含泪 点了点头 老道士微微皱眉 怪在 平州刘府十多年前 可还威风不已 怎么落魄成这样 爷爷老泪纵横 生了个不孝子 惹了大祸了 刘家是倾尽了全力 也才护住我这孙子 可没曾想啊 这才过了几年 他们又出手了 跟我上山 老道士说了一句 转身上山 爷爷抱着我 跟着老道士的步子 爷爷本来以为 会去山顶道观 然而老道士 却带着他到了山腰处的 一个破烂不堪的道观 道观排扁都断掉了 只剩下一个罐子 院前长满了杂草 满地狼藉 进了道观 在神像后面 搭着一张木板床 老道士恭敬地 对着神像拜了三拜 然后叫爷爷把我放下 老道士上前两步 手掌盖在我的头顶 我是感觉一阵炙热的气息 钻进身体 很舒服 半晌 老道士吃惊地盯着爷爷 你这孙子丢了一魂两波 刘开佛 你把你孙子情况详细说来 爷爷开始诉说 从我出生那一刻一直到去给奶奶上坟发生的事 老道士听了之后直骂我爷爷糊涂 刘开佛 你明知道你这孙子见不得阴 你还带着他去祭拜你老伴 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吗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 爷爷情绪也低落地说道 老道士叹了口气 你这孙子丢了一魂两波 没几天好活了 要想他活下去啊 必须补全他的魂魄 你作为刘府之人也清楚其中的难度 何况 补全魂魄必须得至亲之人的魂魄方可 爷爷看着老道士 道长 我已经吹目之年了 全身法力七年之前就已经散尽了 恳请道长用我的魂魄 补全我的孙子的魂魄 把我刘家血脉啊 一命换一命 你这是何苦呢 我刘家只剩小远这么一个子嗣 不能绝后我 否则 否则我如何对得起刘家列祖列宗啊 所以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救活的呀 爷爷对老道士说道 我听到了爷爷的话 费力地抬起了小手 刚想说话 却感觉喉咙里有东西被堵住了 爷爷看到了急忙抓住我的手 老道士考虑了一会儿 对爷爷说 刘开府 你既然做下了决定 那好 今夜子时 开谈做法 补全你孙子的魂魄 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你将魂飞魄散 爷爷老泪横飞 老反道长了 子时 老道士预养子摆下法坛 用七盏油灯把我盒了起 对我爷爷说道 时间一到 我要开始做法了 辛苦道长了 你这孙子即便是补全魂魄 也是命运多转 唯有让他成为修道之人 以自身力量去抗衡 方能化解此劫 老道士撇了我爷爷一眼 淡淡地说 贫道不裁 愿受他为土 多谢道长 玉阳子挥了挥手 转身对着神像说道 刘府留开火之孙 是一魂两魄 他自愿献出魂魄 挽救孙子性 听到玉阳子 不忍见刘府绝后 愿施法苦容 恳请三星行尸 赐我力量 说完之后 玉阳子转身 手指指向油灯 蹭的一声 油灯窜起火锅 玉阳子抓住一把神坛前的香灰洒出 嘴里不停地念着咒语 过来一会儿 玉阳子划破我的手指 挤住了几滴血放进油灯里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阵阴风吹来 玉阳子当下精神抖擞 咬破手指 在掌心写了一个赤字 念了几句挥手大叔 一声怪叫 一道虚影 从门楣上掉了起来 轻面獠牙 吓得我瑟瑟发抖 你也说 还不滚 老道士啊 我闻到了一道很香的魂魄 你要是让我吃了 我可以服侍你一碗 放肆 玉阳子当即震怒 抬手打出 一道金光朝着女鬼照去 但是我没什么能力 连话都说不出来 玉阳子伸手在我眉心点了一下 驱手一抓 将我的魂魄扎了出来 我看到躺在地上的自己 差点没吓尿了 玉阳子抱的魂魄 扔进油灯里 然后对我爷爷说 该塌了 我爷爷眼神坚定 抬起了手 用一块早就准备好的锋利瓦片 划过了喉咙 在我爷爷断气之后 他拿出他的魂魄 扔进另外一盏油灯里 完成了以后 我看到玉阳子 把我爷爷的魂魄提了出来 后来我看到了十个爷爷 我愣神之间 一阵白光进入油灯 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